- 白雯Youtuber 蔡阿嘎先前一拍攝影片 吐槽日本的五家連鎖電視之物 殘遭全網岩上 所有緊急發表了中文日文聲明道歉 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後日前終於更新頻道 上傳了日本旅遊系列影片 帶著團隊到名古屋 展開兩天的快閃行程 一行人在週末兩天內 去了多個景點拍照購物 也品嘗了當地知名美食 挑戰24小時完成24個願望 精彩內容性大批忠實粉絲支持 至今點擊率已經突破24萬次 影片公開後蔡阿嘎先生留言區 強調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爬起來 因此重啟了日本旅遊系列影片 帶大家到名古屋遊玩 不少粉絲也湧入留言 認為每個人都會犯錯 懂得改善的態度很珍貴 因此人會繼續支持阿嘎 電視頻 確認 感谢观看